一定是提告啦 當然是提告啦 他的人我是覺得他不可能 名字是假包去買的 這以我瞭解他完全 百分之百不可能 百聞不如一見 不是我的榮幸 我覺得能跟這一位怪人 神功一臨載合作 我覺得我夢寐以求 我為了跟王蕾哥合作 我有上網研究他的資料 我看到眼淚多寬而出 太勵志了 我跟你就不一樣 你根本就是楷模 我跟你就不一樣 我看了你的節目比較好 最近唱的那一首rap比較好 你去收金 不是 真是 真正的研究到 原來你真的是不會唱歌的 真的你充分的展示了 什麼叫做人生六十才開始 對對對 這個我覺得他講對了 我真的是六十歲才翻身 很多觀眾都很好奇說 你算是這個粗話達人 這麼多粗話去哪裡學的 我天生的 天生的 我爸爸生我出來就是這樣 真的 我一出來的時候 不是叫媽媽 一出生就罵這一句啊 愛靈年啊 你聽說是愛靈年啊 對 更陰陽啦 母親節要送什麼禮物喔 母親節我媽的個性是這樣啦 送中送西喔 不如送現金啦 你只要匯錢給他 人也不一定要回去 我覺得啦 如果母親節啦 我覺得什麼 我個人喔 我個人啊 我覺得花 就不用送 就是母親節 就是我覺得 倒不如 媽媽 真的紅包給 媽媽最喜歡收到一種花啦 就是賺錢給她花 如果說我買到了 然後我發現那是假的 我覺得我就認了吧 因為常傳出去也不好聽 這個我倒是沒有思考過這個事 如果你花了九十萬買到了 後來才發現是假的 那你要怎麼辦 我跟你講 我一定提高啦 當然是提高啦 跟他講 還能講賣到 因為我是賣包包的 我賣包包 每個人都知道 一個直播 就賣相等於 這邊的四千萬 買幣 一個直播我在法國 所以我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所以包包 我覺得包包這個 你說的那個包包 是不是九十萬 對對對 九十萬 三十萬 他跟 沒有九十萬 還是三十萬 三十萬 他跟代購買 因為想要 想要搶快嘛 所以他花了三倍的錢 結果 蛤 沒有 現在不能斷定人家是假的啦 因為真假 不知道人家在鑑定啦 對啊 我覺得網友也不要再酸了啦 這個 我覺得 我就不相信 你們沒有碰到這種事情 真的 對啊 他的人我是覺得他不 不可能 名字是假包去買的 這以我瞭解他 完全百分之百不可能 那我覺得極大可能是 他也不知道 因為說真的啦 專家有時候都看不出來的 何況是我們一般就是消費者而已 那買來之後 那既然有人提出之宜 那就 不然就送鑑定嘛 對啊 好像喔 那如果今天是假的的話 真的當然還他清白嘛 假的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找那個代購出來嘛 啊 因為是 因為 因為是代購買的嘛 那 Pues 你也不知道 我幫你 覺得他 他知道 那是什麼 可想要